內銀就和你集中談談 午後回來其實都繼續升 但其實都是升少了 但1-2%升幅 當然和昨天一樣都是朝向星最厲害的 在這個版上差不多超過4% 還有這一系列的金融政策 都是和他們有關的 包括預告降準 減逆迴救利率 MLFLPR利率下調 引渡銀行降傳量房貸利率 還有向六大國有商業銀行增加核心一級資本 其實市場都對這一系列的措施 對內銀業績有什麼影響 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看標譜 它就說政策或者會令到正式差 和按揭貸款質量帶來負面的影響 他們覺得正式差可能會受壓20點子 支撐回報率降14點子 需要降這個存款利率才能夠抵消到 中金就說這個政策是對正式差影響是中性 至於摩通就說降準減息是正面影響比較多些的 即是他們計算過條數的 去計算什麼呢 下條存量房貸利率 LPR利率 存款進美金率 還有算上存款利率都下跌完之後 其實會預料一加減低下 其實內銀明年的正式差是下跌3點子而已 都認為你影響少於3%的 Casper怎麼看呢 如果你看回上半年 內地都曾經做過降準這件事 但對內銀上半年的正式差 影響其實是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大的 這次就是組合權的方式 有些負面的正面影響 其實大家需不需要這麼擔心呢 我想就不用太擔心的 當然你說直接邏輯去看的話 其實為什麼要減息 減息降準 降準意思是允許你借多些錢出來 減息就是那些錢的時間價值是減價 這個我想很直觀 減價就應該要多些人去借 如果沒有多些人去借的話 減了價也沒用 如果現在的看法就是 我放多些錢出來市場上面多了水 所以又便宜了的 流動的資金可能會增加一些 所以對市場是正面影響的 但是這個就很明顯是 犧牲了銀行和部分金融系統的盈利能力 而去放水去救回經濟或者股市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這個邏輯上 很直觀地已經告訴大家 正式差一定會跌 還有對於銀行應該是會有盈利影響的 多少不知道 有些說3% 有些說中性 其實講完一大輪這條數字 我覺得是很難計算的 因為到最後有多少個人 就是願意我放多了錢出來 就是銀行多了線 然後他真的會去借呢 又或者是借給他那個息率究竟是高還是低呢 原來他是一些很高風險的可能是內房公司來的 就是不行了 我要收他五利息了 六利息了 還是他純粹是有個人走過來借P loan 所以我三利息給他了 那你這裏已經是令到那個 那個息差會差很遠了 所以我自己就看 其實這個位置很難去預期對銀行的影響是多少 但是偏向會負面多少少的 但是如果你說會不會對於內銀的經營壓力 或者是股價那些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呢 我又覺得是未必的 因為你見到其實現在整體都是對著這個內銀 就純粹看著股息率而已 總之你的cash flow是維持到的 那其實就未必說會 大家的市場上面會很恐慌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件事就 其實大家都看內銀的時候 都未必說會很依照這些理據去參考 然後它推翻到股價那裡 那些大行其實都比較是 prefer 是建行和招行 譬如摩通選招行 因為覺得它接下來那個增長潛力 還有明年可以收入和盈利復甦的 Casper 你會選哪一隻呢 如果給你 我想其實就這樣說 如果你說彈性最高的那個經營 就是槓桿我們叫operations leverage 最高的應該是招商銀行的 那因為第一就是 它吃了之前有些部分的內房東西 可能都佔到接近5%的 那如果那裡你說有改善的話 對於招商銀行的那個 loanbook來說是會有幫助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它那些坐庫管理業務 那些會其實做得比較好一點 那所以你會發覺 它彈的時候都會彈得大力一點的 那如果你說炒東西是求快的話 那可以選招商銀行的 那但是你說其他四大行 就是中工建籠 其實我覺得分別就不大 你看到最近都一起破頂了 所以那四個其實就不是說你會選哪一隻會跑贏很多 然後大家應該做不到 那就是… 那就是你… 你… th…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